最近因應物聯網 等一下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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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一特解你的Tone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Stacy 最近因應物聯網 AI 自動駕駛的發展 許多大廠都用更先進的封裝技術 研發出讓IC可以更高效能運算的方法 但先進封裝裡頭的晶片 因為堆疊了多種不同材質 很容易發生挖比局的問題 再加上PCB的線寬 線距的縮小 一旦發生挖比局又更容易造成SMT異常 大大影響到後續板接可靠度的結果 於是非常多的客戶都希望在產品量展前 也就是研發開案或試驗設計階段 先進行SMT 選擇出最合適的焊接材料 調整出最棒的製程參數 今天我們也整理出在研發階段 三種在伊特實驗室最常收到的尾案 有請Patricia為我們介紹 我們最常收到的需求就是 如何針對不同Substrate導入合適的植球 比如說大尺寸的零件容易因為Warbage 及本身的重量導致吸球無法支撐 而發現漢肩短路的現象 我們的解決辦法是 先幫客戶模擬出Warbage發生的數據 依照此數據使用合適的通合球 直上Substrate的四周來增加支撐性 就可避免發生漢肩短路的問題 並且提高產品驗證成功率喔 第二個長接到的尾案就是 對於SMT Solder Joint參數的建議 也是先透過Warbage數據的模擬 幫助客戶調整席高印刷的鋼板開孔設計 以及Reflow的溫度 來介紹因為Warbage造成的空焊及短路問題 目前這方法已成功替非常多的客戶 包括來自IC設計、晶圓代工及封測廠 客服PCB或ICWarbage的焊接問題 最後一個常見案例是 POP上板置具的對位製作 置具的製作最難的地方是 必須考量席高厚度及開孔 來符合焊接條件 且上下兩層必須精準對位 後續我們還可以串接故障分析實驗室 透過X-Ray幫你確認焊接品質 剛剛我們分享的這些SMT案例 很多客戶都想做 但偏偏這種在研發階段 少量又多樣化的需求 一般大型封裝廠多半不會結 甚至連工程師自己廠內的產線 也常因為滿載 沒有辦法支援這些研發品SMT的需求 別擔心來找一特就對了 我們可以客製化幫你訂做出 可靠度驗證樣品 還可以找出最佳的組合參數 幫你的產品快快進入量產喔 希望今天的分享對你的工作有幫助囉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掰掰 已成功替非常多的客戶 包括萊西 萊西 萊子 等一下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一特解妳的痛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Stacy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請按讚留言加分享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請幫我按一下小鈴鐺訂閱喔